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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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首先歡迎大家來聽這個講座 最近的市況非常波動 跌2000點,升上2000點 今個星期,整個星期 搞了一輪之後 原來只是跌幾十點 就是打回圓形 看回市況方面 很多人都擔心會不會說熊市 又會不會說牛市的結束 所以大家看圖 大家聽見嗎?有隻牛在這裡 給大家安心,有隻牛在這裡 不是有隻熊出來的 所以在牛市方面,暫時來說都是持續的 究竟為什麼會是擔心熊市呢? 其實牛市是否就是繼續呢? 當然就不是只看一張照片就知道是牛市 如果只看一張照片就知道是牛市 就很簡單 最主要我們就是有些因素去分析一下 這個講座裡面呢 其實都會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那個牛市 和紅市方面的情況 另外說一下就是 大家知道現在是香港進入負利率的時代 因為美國方面 剛剛上個星期減了四分之三利息 接下來呢 美國方面下個星期 也會減息機會很大 那麼香港也會是跟隨 因為香港的拆息都是比較低 還有香港方面呢 那個通脹方面是正在升溫的 所以形成了呢 那個負利率的情況就會是加強 那麼通常負利率的情況之下 的話呢 投資的環境呢 就會是好些的 因為你看回90年代 香港負利率的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個是物業價值就會上升 資產價值會上升 就是股票會上升 但是呢 今年就有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說 撞對呢 美國方面的經濟呢 就受到次案因素影響呢 而是放慢 甚至沒有擔心衰退 那麼究竟對於亞太區影響有多大呢 對於中國影響有多大呢 對於我們香港影響有多大呢 對我們香港影響有多大呢 其實就 稍後慢慢就會和大家去探討一下的 那麼我們首先說了呢 就是說近來影響著大市有些什麼因素 那我們先說一些不好的先啦 說一些差的先 那麼利淡因素方面有些什麼呢 那剛才提過了 就美國經濟方面呢 就有一個是衰退的風險 什麼叫衰退呢 其實在經濟學上面呢 就說連續是兩季的GDP出現負增長 我們就叫衰退 那麼美國會不會出現這個連續兩季的負增長呢 其實我覺得就暫時機會不是很大 你看回911的時間 那麼美國經濟都是差的 但是當時呢 只是呢 出現一個是一季度的負增長 之後呢就立刻是好 因為最主要 那當時呢 就是Greenspan 鑑施潘呢 就比較是快一點 就是比較果斷一點 很快呢 一早就不斷去減息了 但是呢 你看回白藍黑呢 就好像慢動作那些了 那麼基本上呢 就突然間現在才好像醒覺睡醒覺 就說要大幅減息 如果其實一早一早開始就是減息的話呢 那情況就不會這麼惡劣的 因為為什麼基本上這個是 引致沒有經濟放慢 甚至衰退呢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個次案的問題 那次案呢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因素呢 可能大家都奇怪了 我都沒有買美國樓 或者是按揭市場方面 對整體經濟有什麼關係 什麼影響啊 為什麼會影響到香港 甚至是全球股市呢 其實呢當中就是引伸了很多一些 過往那十年的金融市場的發展 尤其是在美國方面的發展 因為最主要呢 其實你看看什麼叫次案呢 說明次案就是一些次級按揭 就是不是好按揭 那次級按揭的意思就是 它那個風險就很高 為什麼風險高呢 因為它那個條件呢 就是說做按揭的條件呢 就是很寬鬆的 那可能在說呢 就5個%啦 10個%的首期 甚至不需要給首期 拿張卡去按揭也行 或者是有些買了一些按揭保險 就跟著銀行呢 就會是借了100個%給你的了 那還有都是沒有什麼 太過入息審查的 那香港大家買樓不同啦 香港你買樓的話呢 只可以做七成按揭啦 那還有都是它一定要看你那個入息 你供款呢 就不可以多過你每個月的入息 是一半的嘛 但在美國方面就不同了 當時因為很進取 那些銀行很進取 你去做這個案件 那所以呢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審查的 那就算呢 那個供款人方面呢 是不夠錢去供樓的話呢 那它都照批的 但是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建基於就是美國的樓市呢 就過往的時間是不斷上升 就是說那個資產價值上升之下呢 銀行的風險就是相對低了咯 因為你的貸款額呢 是永遠都低過資產價值的一部分 那它就覺得是風險低了咯 但是其實呢 那個資產價值是如果有承接 或者真的有一個market price的話呢 才是叫做有那個作用的嘛 如果你是有價但是沒有市的話呢 那其實就算你那個人不供樓 銀行拖層樓回來的話呢 它都是變賣不到的嘛 套移不到的嘛 所以其實那個風險 仍然都是就是存在在那裡 現在就是面對這個問題啦 就是那個樓價呢 不斷不斷下壞 或者甚至無論是 雖然是有價但是沒有人肯買 那形成了銀行方面呢 那個風險就會是相對增加咯 好啦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這些銀行方面呢 就做了好一些按揭 很多這些按揭 那但是它又不想自己呢 去剔掉那個風險 那所以它就包裝成為一些 即是證券化的產品 而將它呢 再賣給 resell給一些市場 這個證券化呢 其實有時候呢 又不能怪得了那些銀行的 基本上呢 就是可能是 Greenspan就想出來的問題了 或者是美國政府自己想出來的問題 所以呢你看到呢 那時候呢 過往那十幾年呢 美國政府不是很積極 或者聯儲局都很積極去推行這些證券化的東西 那麼呢 就令到銀行方面呢 表面上就沒有了風險 因為最主要呢 當它證券化了之後呢 那它變成了 不在它的那個貸款呢 不會再在它的資產負債表裡出現的嘛 那就變成了好像是安全了 沒有了這筆資產在那裡 但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呢 實質上來說呢 仍然是存在 只不過是透過證券化 就是銷售出去 好啦 那這些證券的資產 本來就不是很值錢的 就是都是有風險在那裡 那它怎樣呢 就透過一些叫做保險公司 或者是透過一個叫做swap 風險的就是調期兌換 就把這個不理弱的風險呢 就是賣了給別的人 那有些人呢 覺得如果樓市繼續升的話呢 那它其實沒有風險的 那它出錢買了的話呢 是不是可以賺完這個 premium 那所以它就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大家有正常的樓市升的話 那當然沒有問題 那但是銀行方面呢 或者是這些公司呢 把風險賣出去的話呢 那它那筆資產就變成了 可以叫做沒有風險 叫做沒有risk 那形成了這一筆資產 就可以拿到很高的評級 所以你看到很多次案相關的產品 有些什麼 什麼SIV啊 或者是那些CDO啊 那些東西呢 可以拿到是AAA 三個A 或者是兩個A以上的評級 那變成了呢 好像很安全那樣 那這些很安全的資產的話呢 就除了銀行會售出去之外 或者有些銀行會買入之外呢 另外一些是長期的Pension Fund 或者是一些保險公司 都可能會買 因為它看到評級呢 譬如好像S&P給評級 或者是目的給評級 是很安全的嘛 那它只是看評級 就覺得很安全的嘛 那就買了這些資產 那所以形成了 這個產生什麼問題呢 就是會是不斷的 增增一些是新的信貸出來 那令到那個流動性呢 就是那些資金 資金的公寓呢 就不斷去增加了 那當資金氾濫的時候的話呢 那就是錢不值錢啊 錢不值錢的話呢 它相對的資產呢 價值就會上升了 而且因為錢是很容易找到回來嘛 那個流動性是很充裕的嘛 那所以錢呢 就周圍走去找東西投資了 所以形成了過往那十幾二十年呢 就是無論是新興市場也好 或者是美國市場也好 那個資產價值呢 增長得那麼蓬勃 就是因為那個信貸是很充裕 好了 現在回來的問題就是呢 去到一個極端之下呢 那些人開始覺得 咦 有些問題了喔 還有那個樓價開始是上不了了 那那些資產呢就開始是 就是 沒有得升值不特止 還要是貶值 是要下降 那形成了呢 這些這些證券化資產呢 就開始出現風險 而一些本來買入了這個風險的機構呢 又不理藥了 那所以形成了呢 這些資產呢 就是變成有價就沒事 沒有人肯接 所以你看到呢 一陣子就經常說 匯豐啊 或者是這個花旗啊 或者瑞銀那些 無端端呢 就虧了幾十億美金啊 或者是 甚至是過百億美金 的撇賬 就其實那筆資產還在那裡的 不過呢 就沒有了市場價值了 已經 就是等於你買了一間公司的股票 但是呢 他的公司還在那裡 不過停了牌 或者是 含入這個財務問題 服不了牌 那就是等於沒用啦 雖然那間公司在那裡 但是你的股票是不流通了 就變了 那那個情況 美國情況就一樣了 就是這些這樣的資產呢 就變了是沒有了市值 所以令到那些銀行方面呢 就被迫呢 就是要撇賬 或者是 好像匯豐啊 或者好像這個 這個花旗那樣 就將它收歸自己那個 P&L 那個資產負債表裡面 那希望呢 就等到它有回價值的時候呢 就可以做回撥 那其實呢 都可以說它是對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些資產其實不是沒有了 是在那裡 不過現在最主要是那個 信貸的信心的問題 那所以令到呢 就沒有人敢買這些資產 但是風潮 逢親危機呢 都會過去的 任何的風潮 例如金融風暴 九七科網易潮 另外就是九一 全部都會過去的 當過去了之後的話呢 其實這些資產 如果開始有回價值的話呢 可能它會有很大的回撥 都不奇怪的 所以變成現在的銀行呢 你一定預預了它 一定是有那麼衰就是做到那麼衰 就是沒有 就算沒有那麼衰的話呢 它也要做到那麼衰 為什麼呢 因為反正現在都是差的了 你差得 譬如你虧一百億 同虧一百五十億 或者甚至二百億 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要下跌的了 那為什麼我不虧多些呢 虧多些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將來呢 不用虧那麼多的時候呢 我就有很大的回撥了 那所以形成了呢 那個業績到時候 會有很大的增長 還有呢 留意一下呢 一些是換管理層 換主席那些銀行呢 就更加會是做得大撥鼻的 為什麼呢 有什麼事情 就賴了上手而已 去上面搞出來的 不關我的事的 來到我這一手的話呢 就已經最底最壞的時間過去了 那我彈性就大很多了 你看匯豐不是換了主席退休之後 你見他哇 那些撥鼻又多 跟著什麼問題都出來了 就是因為這個情況而已 所以變成了呢 未必是說真的很差 如果當個信貸危機問題解決了之後的話呢 其實過去了也都可能有機會是好回來 尤其是美國呢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很多人都說到 哇 美國好像世界末日那樣 快要倒閉那樣 其實不會因為呢 為什麼美國那個經濟的基礎 和規模呢 是很大和很穩固的 它的GDP呢 是大於中國的十倍的 那另外它的經濟的基礎方面是很穩固的 所以變成一個 和金融的系統都是很穩固的 所以過了這個危機之後的話呢 其實它仍然都會是一個增長的 當然不會像中國那樣的增長 但是也有一個增長在那裡 所以變成這個問題呢 就會解決 那我就暫時覺得呢 就未必會出現衰退 但是美國聯儲局方面呢 會繼續減息 那我自己覺得呢 它的聯邦基金利率方面呢 有機會呢 就是最低去到一里幾的 因為那時候 譬如之前九一的時間呢 都是減退一里的時間 那我想是一兩里以下是有機會的 那所以香港呢 其實是有機會再減少呢 可能超過一里的今年 接近一里或者一里的水平的 那另外看回內地方面的情況了 那內地方面呢 當然講講宏觀調控啦 那宏觀調控呢 其實不是新的啦 都前一兩年已經調控著了 那現在今年開始呢 其實你看到有些成效了 因為呢剛剛就上個禮拜公佈了呢 就GDP啦 經濟增長啦 那第四季的經濟增長呢 只是增長11.2%而已 比起全年的11.4%呢 就已經是放慢了啦 另外呢 大家最留意的一個就是CPI 就是那個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就是反映通脹的 那你見到呢 12月份呢 已經是跌回到6.5%的增長 比起原本 大概7%的增長呢 是放慢了的了 那還有全年計呢 全年計的話呢 只是增長4.8%的增長 而當中呢 有4個百分比呢 其實是來自這個 食品價格上升所推動的 即是說那些豬肉 你如果大家去買菜 都有經驗了 現在那些豬肉方面呢 價錢是貴了 起碼3.5%了 那還有又小了 就算同一個價錢 都可能要小很多 那所以變了呢 就食品價格方面呢 仍然都是內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是透過加息 是沒有辦法改善得到的 因為你不會因為加了息 而吃少塊豬肉的嘛 也不會因為加了息的話呢 吃少餐飯的嘛 沒有可能的嘛 反而呢 一定要透過供應上去著手 那所以變了 其實看回呢 那個混調方面呢 是開始發揮到效用的了 而今年呢 就中國是會繼續混調 但是呢 再大幅加息機會就不大 還有呢 調高存款 準備金率是會有機會 那我想是調高到 現在15%啦 可能有機會調高到 是16-17%的 就是會再加的 但是呢 息口那裡為什麼會 可能會放慢一些呢 因為最主要有兩個因素 第一因素就是 美國現在呢 就是在說的是經濟放慢 那自然呢 就會影響到中國的出口 因為中國的GDP裡面呢 大概有兩成到三成左右呢 是來自出口大動的 那而出口裡面呢 大家當然知道啦 美國是主要的市場 所以美國經濟放慢的話 自然就會令到GDP呢 中國GDP呢 是自然就減慢些 再加上呢 現在呢 美國的息和中國的息呢 是相反方向下 美國就減了 中國呢就要加 那所以這個息差越來越闊之下呢 反而就令到資金呢 就更加流入去中國 因為賺的息差 二來呢 就可以賺人民幣匯價升 那人民幣匯價一定是升的啦 相信大家不會反對人民幣匯價 今年是再升的啦 最多升多升少 就是沒理由跌的嘛 那所以你就雙重賺 又賺匯價又賺個息差 那令到呢 更加多資金 熱錢流入去中國 所以呢 如果你再加息的話呢 其實是有一個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它今年是會加 但是呢 手腳方面呢 就會比去年是放慢了的 那就是說繼續抽緊銀根 不過呢 步伐可能有機會放慢 但是反過來呢 人民幣的升值步伐呢 就會加快 好了 那剛剛說過美國的次案問題啦 這個是負面因素來的 那說了那麼多壞的東西呢 我們就說一些好的東西啦 就不要只一面倒是說壞的消息 好的消息是什麼呢 就是負利率啦 那剛剛也提過啦 因為中國和這個香港的通脹就是在升溫中 但是我們就要減息 那所以呢 就令到負利率方面就會加強 一會兒我們有些數據 根據過往歷史的數據去看一下 究竟負利率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第二 香港的經濟持續增長啦 那昨天也有些行呢 就將今年香港的GDP呢 就調低到只有2.5% 那我覺得就比較誇張了那些2.5% 因為突然間由這個5% 跌到2.幾%的話呢 其實是很快的 那你看回現在 雖然我們都會受刺案 受這個環球股市因素的影響 但是呢 那個消費或者是那個薪金方面呢 或者是那個經濟的需求方面呢 暫時都不是有太大影響 所以我就覺得不會突然間呢 會跌到2.5%的 維持4%左右的增長呢 是一定是很大機會做得到 那所以其實不需要特別的擔心 那雖然大家可能都有投資股票啦 那但是呢 就可能就之前呢 去年就賺很多啦 那今年呢 可能就 就是 頭一個月之下呢 就可能就 輸了一些出去啦 或者賺得那麼多啦 但是我相信都沒有影響到你的消費吧 你不會因為 今個星期的股市波動 而不去慶祝這個團年啊 不會買 不會買鮑魚啊 不會買這個魚刺吧 就是一樣呢 都會慶祝新年 所以這個消費呢 暫時來說都沒有太大受影響的 那大家應該都可以吃一頓好 那所以變成呢 就今年的消費肉方面呢 其實都應該都會上升的 那另外地產市道啦 這個很重要啦 相信大家如果有買樓賣樓的經驗呢 要知道現在呢 基本上呢 你想去看盤呢 二手盤呢 都沒有多少東西給你看的啦 如果你想去看的話呢 都起碼要帶一張支票 沒有支票的話呢 人家通常都不會讓你進去的啦 還有要安排時間啦 不可以馬上有鎖匙盤看的啦 那就是反映了 其實那個需求呢 是正在增加著 但是供應呢 沒有什麼增加喔 因為呢去年呢 那個新屋的供應呢 香港呢 只有1萬個單位 今年呢 都是1萬個單位 但是呢 平均每年的需求量呢 是去到2萬 就算呢 SARS那年那麼差呢 都有接近2萬的需求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新屋的供應呢 是供不應求 當然有些貨美單位啦 有些貨美單位 加加萬賣都有3、4萬個的 但是呢 這些貨美單位呢 如果以這樣的吸納量的話呢 兩年左右就消化了啦 所以形成了呢 供應量呢 是少的 那如果那個樓價方面呢 就會是受為那個負利率方面呢 是繼續上升 股位今年的樓價方面呢 就 去年是平均升了1成多到2成 好差不算啦 好差很極端 就等於好像買古董的 你可以3萬多元買 一呎買個天台屋都可以的 但是現在3萬多元 看回頭可能便宜了 但是呢 如果你說 當時的話呢 就好像很天價那樣的嘛 那所以變成這些是不可以做參考的 我們看回一些 譬如一般中小型住宅的話呢 去年大概升了1成半 今年呢 平均應該可以升三成到2成半的 所以變成樓價方面呢 是會繼續上升的 這個圖呢 大家要看一下啦 這個圖呢 是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那個實質利率 以及恒指 就是我們港股方面的表現的關係 淺色那些一條呢 就是這個實質利率 什麼叫實質利率呢 實質利率呢 不是我們現在經常在說 那什麼最優惠利率 或者存款利率 那個是名義利率 實質利率呢 就是這個利息 就是名義利率 名義利率 減去通脹的 那你看回現在呢 我們那個名義利率呢 譬如在銀行方面呢 匯豐銀行的saving account的利率呢 講一里都不夠 但是通脹是三里八 那就是負利率啦 如果你以按揭利率計的話呢 按揭利率呢 就是現在最優惠利率 就是現在最優惠利率是六里嘛 通常呢是減成三到四里嘛 那就是都是三里左右而已 那三里左右的話呢 相對通脹三里八呢 都是負利率來的 實質利率 那個按揭利率都是負的 那負利率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說你放錢到銀行 不但沒有息收 其實不是沒有息收 是有 不過你收賣的息呢 是抵抗不到通脹的 就是說沒有回報不得止 還要呢 是每年被它蠶食了 你的購買的價值的 好啦你看回這個圖呢 你看到 在九九年 二千年的時候呢 你看到那個實質利率呢 是不斷上升的 當時不斷是減息的 不過是通縮的嘛 香港 通縮的話呢 即是說明義利率減通脹 通脹是通縮的 即是負數 負負就得正了 所以當時的實質利率是很高的 高於十里以上的 所以呢 股市呢 的恆指是向下走的 但是你看到呢 當那個實質利率呢 慢慢由高峰期下來的時候呢 那個恆指就會向上走了 那你看回過往呢 去到九十年代初也是 你看到呢 最初期的時候呢 那個實質利率是高期的時候呢 那個恆指是低潮的 當那個實質利率慢慢下降的時候呢 恆指呢 就是慢慢是上升的 你看到這裡 這裡呢 不是在升上去的 那個利率就是降降的 去到這個 2000年初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情況的 那現在你看回了 最後那裡你看到什麼 大家看到 那個實質利率呢 是減的 跌的 那相信大家不會懷疑 美國沒有理由現在去加息的 我相信 除非白藍黑就是傻了 如果不是的話呢 都不會現在去加息的 那所以變成了 香港呢 一定是跟隨美國是減息的了 那而香港的通脹呢 相信大家都 會認同是會升的 就是沒有人認同香港會是變成通縮的 因為你只是那些 罐頭價錢都升了那麼多 那香港有什麼可能會在通縮呢 那所以通脹啦 那所以實質利率呢 就一定是向下的了 那實質利率向下怎樣呢 那行指呢 就會向上了 那而香港的通脹環境呢 其實我們可以分開幾方面去看 為什麼香港會有通脹呢 第一呢 就是匯率上面的通脹 因為呢 香港呢 有大概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食的產品 大家可能不止 這個是保守的 就是大家日常用的東西 吃的東西呢 很多時候都在內地是輸入 就算這個品牌是 是國際品牌 但是可能呢 都是內地製造的 那所以變相都是內地輸入 譬如你用這些洗頭水啊 可能用這個是P&G的 用這個Hand shoulders的 但是呢 其實它都是中國製造的 那另外你可能在吃的 用牙膏 那可能都是中國製造的 那所以變成了呢 中國的產品呢 佔了香港的進口呢 是很多 那最少都20% 20%很保守 那但是你人民幣的匯價呢 是不斷上升的嘛 那所以變成了呢 香港呢 就那個入口的通脹呢 就會是加劇了 會是增加了 那這一方面呢 是第一個因素 令到香港的通脹是上升的 第二個通脹因素呢 就是商品的通脹 什麼叫商品通脹呢 就是那些農產品啊 金啊 或者是銀啊 銅啊 所以現在呢 那些銅價 或者是那些什麼 鋁價 那些有色金屬價呢 跌了很多 所以你看到呢 那些什麼中國製業啊 江西銅啊 什麼湖南有色那些 跌了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拿著 拿著就慘了 因為它跌得都幾急 那但是呢 你看回調轉呢 金股也好一點 就是紫金啊 寧寶那些 因為金價升嘛 創新高嘛 油股呢 其實油股呢 都幾慘下的 本來油價呢 創新高 應該857那些就升到20元 誰知道它反過來 20元回到10元 都不止 還要去9個多 那所以變成呢 就這個相反方向下 但是呢 那個商品的大趨勢呢 尤其是農產品呢 是接下來呢 是會再升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呢 以前呢 就譬如好像80年代的通脹 都是由商品帶動 但是當時呢 主要是一些叫做 我們叫做 以發展中國家的需求是帶動 新興市場那些呢 仍然都是一些人比較窮的嘛 消費能力比較弱的嘛 所以變成了需求 現在呢 除了那些經貿合作國家之外呢 還有呢 就是多了中國和印度 你想想中國的人口呢 是13億 印度呢 都超過2億的人口 那所以變成呢 你看看那個 需求方面呢 是可以很大的 就以汽車為例 你看看呢 中國方面呢 現在每年的 即是私家車 轎車的產量呢 是說這個是三百幾萬兩而已 但是呢 中國有成13億人口 就是說 滲透率呢 仍然是很低的 可能在說幾千人呢 才有一輛車 但是你看看香港 那個車的滲透率是幾高 如果當你中國呢 好像不要說香港啦 好像譬如一些 新興市場的國家的 車的滲透率的話呢 你想想是需要多少 需要多少的鋼材 需要多少的原料 需要多少的油 去入滿的車 所以你可想而知呢 那個對於資源產品的需求呢 是很大的 那而中國那個人均收入呢 就不斷上升的嘛 現在去到二千元美金以上 開始呢就進入了消費性社會的了 所以變成對於各樣的資源需求呢 都會很大 中國是很特別的地方 雖然地方很大 人口很多 但是資源呢 是極之不豐富的 所以大部分東西呢 都是要靠入口的 比如好像以前呢 中國是正出口石油的嘛 自從呢 早幾年之後呢 就變成了正進口石油 去年呢 本來煤呢 是正出口的 因為中國煤是很多的 但是呢 搞搞一下呢 去年都變成了正進口煤 那油呢 自從中國變成正進口之後呢 就油價都沒有跌過的了 那所以煤價呢 你看到今年 去年和今年呢 都是升的 去年升了10% 今年煤價會再升多10% 所以你看到那些煤股呢 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譬如神話 這個是中煤那些呢 都是跟隨大市跌 但是呢 跌得少很多 還有呢 哇 上個禮拜反彈的話呢 反彈得很快 中煤那些呢 可以由17元彈回到20元以上的 一天而已 所以你看到呢 其實煤方面呢 因為那個需求大呢 還有他們那個 產量是增長得是好呢 所以變成了一個基本因素呢 是支持到股價是站得穩的 其他就不同了 比如你看到那些江西痛那些 一跌20%的 那另外這個 湖南休息啊 木劫那些呢 都可以跌得很厲害 所以不同商品是有不同走勢 你要留意一下 但是商品這個大升浪的趨勢呢 是已經形成了的了 那這個商品的牛市呢 其實是由99年開始的 那通常一個商品的牛市呢 就最少都15年的 所以你要算下去呢 都起碼還有十幾年玩的 所以變成呢 就這個商品這個東西呢 大家都預計呢 接下來仍然都是一個 通脹的威脅來的 那第三呢 就是工資了 過往大家可能呢 由這個 98年那些風暴之後 那個實質工資呢 好像沒有什麼增長過 就是以前呢 97年之前呢 就年年呢都加20個百仙 沒有20個百仙 你都不做啦 是不是那份工 但是呢 現在你說20個百仙 好像天荒野譚那樣 但是 甚至之前呢 講的家人工那些呢 是1-2個百仙 其實今年呢 雖然是加 但是呢 平均呢 平均呢 可能都是加5-8個百仙 但是呢 轉工開始呢 開始就看到一件事了 轉工呢 就開始一件事 加幅呢 就顯著很多了 平均的轉工的加薪呢 可能去到20個百仙的 現在呢 還有呢 現在那個轉工率呢 是高很多的 還有你看回那個 失業率方面 都是開始去到一個 叫做 比較是 叫做全民就業的水平 香港三五幾個百仙 是屬於全民就業水平 所以呢 開始工資呢 是會有上升的壓力的了 因為最初呢 首先呢 是失業率下降 第二 就是那個轉工的時候呢 那個人工呢 就是提升 跟著開始慢慢演變呢 就是普通人的人工呢 都會是上升了 因為你的轉工如果加了的話呢 就是你的基礎呢 就會上升了 所以整體工資呢 都會是上升的 所以大家轉一下工的話呢 可能人工會較多一點的 那呢 令到如果工資升的話呢 就會帶動什麼呢 就是帶動的資產價值呢 都會是上升的 很簡單而已嘛 因為那些人賺多了錢 不要說賺多了錢 只是呢 你那份工如果你覺得很有前景的 就是老闆跟你說呢 你努力點做吧 這份工很有前景的 你繼續做下去的話呢 就會成功的了 你看到這個 前景看到這個是將來的了 那你自己都好像開心點 開心點會怎樣呢 那當然會去消費啦 還有呢就會做些長期的 就是長期的 就是長期的 commitment的東西啦 那是什麼呢 當然是買樓啦 如果你覺得那份工 其實呢你可能那個人工呢 譬如好像這個 2000年啊或者98年的時候呢 你的人工可能沒有被人減過 但是呢 哇 突然間隔離那個 無端端不見了 要撿東西走的 被人 lay off了的 跟著那些朋友又說 這個是被人炒了的 你就算自己有份工 人工沒有減呢 你都不是很敢去做一些 很長線的投資 譬如買樓那些 你都不是很敢的 但是呢 人工如果是沒有加到 但是呢覺得前景很好的話呢 你都會是做一些長線的投資 所以搞到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換樓呢 那麼多人買樓呢 就是因為這個因素啦 大家對那個前景方面呢 是感到信心的 所以呢 那個資產價值呢 去年樓價就升了17% 今年呢 應該會再升25% 那這個也是通脹因素 令到整體的通脹是上升的 最後呢就是流動性通脹 這個最重要啦 什麼叫流動性通脹呢 就是說那些錢 從四方八面湧入香港 因為你看回呢 為什麼呢 過往那十年呢 那些資產價值才這麼厲害呢 剛才一開始都說過 就是說因為呢 那些錢供應呢是很充裕 很充裕的原因 其中的原因就是說 一來證券化了 令到錢呢 就可以發揮到一個效用 第二呢 就是說美國方面呢 其實美金呢 是不斷貶值 過往那十年呢 美金是貶值了七成的 就是說呢 同一個 就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在十年前呢 你可能一元買 但是呢 在十年之後呢 你可能要過七才買到回來 那形成了那個資產價值 就上升了 因為你用多些錢去買嘛 那就是說那個貨幣呢 的購買力就下降了 那所以形成了呢 很多的資產呢 都會是上升的 那這個因素就是 因為美國不斷呢 是增加貨幣供應 美國的money supply 其實全球的貨幣供應呢 都是在增加著的 因為自從這個金融風暴 和這個科網爆破之後呢 大家都很怕通縮啊 怕這個經濟衰退 那所以全球的央行呢 包括中國啦 包括美國方面呢 都是增加money supply的 貨幣供應是增加的 所以形成了過往幾年呢 資金是極度氾濫的 好啦 那現在呢 就出現了次案 就令到這個情況 是略為是扭轉 但是呢 聯儲局又開始擔心呢 這個問題會影響到通縮了 或者影響到衰退了 所以他現在又開始重新呢 就增加貨幣供應了 減息就是啦 還有向這個金融體系注資啦 你繼續不斷注資啦 第三呢 就是用財政政策啦 就是阿布殊呢 就是整了一個次的經濟方案啦 就是跟那些人派支票啦 每人派這個幾百萬美金支票啦 希望去消費啦 那錢就多了啦 那所以令到那個資金又再充裕了 那除了說來自這個美國因素之外呢 然後香港呢 就會有一位有中國的因素啦 就是QDII啦 雖然直通車呢 就現在都未通車 剛剛 早兩天呢 就說又說通車 但是呢 原來澄清就不是 不是說直通車 是說這個是個人的實業的投資 不過呢 大家留意一下 你看回 香港呢 都有些銀行家呢 就說這個是直通車 可能在五六月就會通車的啦 那呢 都有機會的 就是 我不說誰說啦 因為免得她說誰說啦 但是呢 通常她說的東西的話呢 都有點準則的 我覺得就 那所以變成了呢 真的有機會今年呢 直通車是會通車的 那就令到資金方面呢 就會繼續是流入 但是雖然呢 其實直通車這件事 大家可能看得很重 但其實除了直通車之外呢 還有QDII 是基金的QDII呢 其實已經是進了香港的了 之前呢 譬如銀行啊 保險那些呢 已經進了香港的了 所以我覺得呢 因為接下來呢 除了說個人直通車之外呢 還會是有很多就是說 來自保險公司 就是內地保險公司 銀行啊 還有一些是 接下來會再開放呢 就是那些叫信頭公司 證券公司的QDII 都會陸續來香港 或者出去全世界 雖然她就說 不是局限於香港 但我相信呢 內地的金經理呢 買香港的股票機會是大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上市呢 現在大部分呢 都是一些大型的中資 那些內地的企業是他們很熟悉的 譬如他們在用的中移動 譬如他們在用的中移動 我們覺得可能沒有太大的感受 但是他們是親身每天在用的 在用的 在用全國最大的電話公司 在用的是內地的銀行的服務 比如招商銀行 建築銀行工商 在用的 在買中國人壽的保險 或者在用他們的基礎建設 那他們就知道呢 那個是前景上面的發展 還有那個是增長方面的潛力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中人壽 可以由這個幾元雞星到上去五十元 就是沒有辦法理解 是大家可能沒有細心去分析這些數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細心去分析這些數 你就會看到它的增長很快 但是中國內地的人就不同了 他因為親身感受得到 所以變成他就可以理解到增長的速度 所以他四五十元都會去買的 雖然現在坐了艇 但是他不是看那麼短線的 是看中長線的 所以你五十元買了中人壽都不用怕 中長線都會升上去 只要你繼續持有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的貸款 就是借錢 貸款的增長 以及行資的關係 剛才說到香港方面 就會進入負利率時代 通常負利率時代的話 就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人們就會去借錢 就會借錢去做生意 借錢去買東西 借錢去消費也好 因為你不借錢就吃虧了 因為你借錢的話 金錢的購買下降 變成你今年年頭至夜 借了年尾還的話 雖然都是一百元 但其實那一百元已經沒那麼值錢了 就是你賺了 變成銀行就吃虧了 你就著數了 所以通常那些人都會趁這個時間 是會借錢的 那如果當借錢的話 就會跟股市有什麼關係呢 你看到了 淺色的那條線 紅色的那條線 就是恆子來的 黑色的那條線 就是貸款的增長來的 那你看到貸款增長 跟那個恆子是正比的 就是說當貸款上升的話 那個恆子都會是上升的 那你看看貸款增長方面 是比起那個恆子的升幅呢 就是更加是快 那但是當它呢 就拍在一起的時候的話呢 其實呢 恆子的那個實用性的動力呢 就會是加強的了 那這是成正比的關係來的 那這個圖呢 我們看看這個圖了 就是香港的通脹 香港的CPI的增長 還有這個是恆子的地產分類指數 那我們用地產分類指數 來反映香港的地產市場 那你看看呢 那黑色那條線呢 就是CPI 那紅色那條線呢 就是這個恆子的分類指數 那你看到呢 又是成一個是正比的關係的 那當那個CPI在這個 97年的時候呢 開始高通脹慢慢跌下來呢 那個恆子的地產分類指數呢 就會是跌的 那開始呢 去到03年了 你看那個CPI的通脹 開始是慢慢爬升的話呢 那個恆子的地產分類指數呢 都是會升的 那好啦 現在回到一個問題了 就是說大家 又是啦 剛才都說了 大家會覺得那個通脹呢 接下來是會升還是降 那相信大家會升 說升啊 沒有人說降啊 跌的沒有理由啊 那所以變成呢 你看回了 根據過往的經驗看呢 你都可以預計到呢 那個地產市場呢 是會升了 所以你為什麼經常有人說呢 說今年的樓價會再升 兩成就兩成半呢 其實是那個通脹方面呢 是帶動 再加上那個需求上升是帶動的 那這些不是靠股的 是根據過往的數據來去分析的 就是我 這些呢 你看回這些數據方面呢 就會比較是可以客觀些去 就是看回整體今年08年的走勢 就不是告訴你 就是08年 鼠年就利好什麼五行那些 就不是啦 就純粹是我們看回過往經驗 來到去 預測回 將來的情況是怎樣 那你看回這個圖呢 很多人都擔心 美國方面呢 經濟放慢啊 或者是衰退的話呢 就會令到這個 香港會受到影響 就是無可否認是會有影響的 但其實未必是一定是差的 你看回呢 那這個圖呢 就是由這個就是98年呢 就是到現在07年 08年的 那黑色那條線呢 是什麼呢 黑色那條線呢 就是代表美國的GDP 而紅色那條線呢 就是代表香港的恆指 那你看到呢 那在01年開始呢 美國的GDP的增長呢 是一個down trend來的 在那兒向下下去的 但是呢 我們反過來看看很奇怪的 香港呢 那個恆指呢 是反過來向上的 你看到一條up trend呢 是升上去的 那GDP的增幅呢 反而有down trend 美國是向下的 但是呢 是相反的 那其實這個可以是理解的 因為為什麼呢 香港是有個聯繫匯率的關係 那所以變成呢 如果當美國的經濟增長是放慢呢 那他們會怎樣做呢 要不就減息 要不就放鬆銀根 那而香港呢 因為聯繫匯率的關係一定就會跟 但是呢 在這個2003年 2002年開始呢 中國經濟開始是高增長了 就是說反過來 我們呢 就是面對著 內地的經濟的拉動 但是反過來呢 我們的貨幣政策呢 跟著美國的減息 那所以形成了呢 會出現 就是股市 跟美國GDP呢 是出現相反方向是不出奇的 所以接下來呢 就算是美國經濟方面 是放慢或者甚至衰退呢 未必說是對香港的股市 或者對資產市場呢 造成是100%的負面影響的 你看回情況是不同的 因為現在我們呢 在中國拉動的因素呢 是重要了很多 好啊 這個圖呢 是代表什麼呢 這個圖呢 就是代表香港的貸存比率 有很多人呢 就會是覺得這個 股市方面呢 經過去年的 比如三萬二千點啊 或者很瘋狂啊 很多人都開始入市啊 就是你身邊不認識的人都開始入市啊 那你去喝茶啊 買菜啊 坐的士啊 每個人都問你股票啊 說股票 會不會是爆破呢 會不會是泡沫的徵兆呢 當然多人說股票呢 都是一個指標 或者是突然間很多的股票節目的話 你都要小心點 那因為等於全民都是太普及了 這個要留意 但是 是不是真的說市已經是泡沫爆破呢 其實又未必 我們看回一些準則 就是說 其中一個準則就是市盈率 就是股值 一會兒就會說股值的 第二個指標呢 都挺重要的 就是那個借貸的情況啊 那你看回呢 這個圖呢 是九七年開始 就是九九年 九八年的時候呢 你看回當時呢 那個貸存比率呢 是超過100%的 就是銀行收回來 100元呢 他借出去呢 是超過100元的 借了百多元出去的 那當然他有自己的資金 那個capital base 在去支持他 就是說 其實當時的借貸情況 是很嚴重的 但是你看回現在呢 零七年呢 你看到呢 如果所有貨幣的 貸存比率呢 五十多元 60%都不夠 而香港港元呢 大概七成幾 就是說銀行方面呢 存回來一百元呢 只是大概 借六十元到七十元出街 仍然呢 那個貸款的需求呢 不算太強勁的 所以變成反映了呢 其實那些人呢 那個財務狀況呢 仍然是很健康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呢 出現泡沫爆破的機會 就不大了 其實細心點看看都知道 雖然現在的股市好像很發上 發落很波動的樣子 但是你很少見到呢 很少見到呢 突然間一隻股票呢 暴跌八成九成的場面 的 但是如果你看回呢 這個荒網熱潮 和金融風暴的時候呢 嘩 如果大家那時候有炒股票 你就看到了 你買了一些三四線股呢 可以一天呢 跌九成的 或者九成幾都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那個借錢的情況很嚴重 當你呢 如果是一跌得急 而沒有錢補的時候呢 你就會被人斬倉 你現在呢 雖然那股市跌得很厲害 你很少聽到呢 說被人斬倉的 因為我相信大家在座的下呢 都會是很安全的 未必會做很多的孖展的 所以呢 就算你二十元買了中石油呢 你現在都可以照坐在那裡的 不會被人叫你孖展 也都不會斬倉 或者你這個五十元買中 中藝人售的話呢 你現在都覺得很安樂的 因為你給了錢嘛 最多跟他鬥長命而已 但是呢 你不會被人咳了先嘛 起碼 所以呢 很少會出現一些情況 為什麼這個禮拜 出現一些急跌的情況呢 就是因為出現了一些衍生工具的產品 這些衍生工具的產品呢 就叫做 Accumulator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或者你可以簡稱叫做 Qulator 但是呢 但是呢 你看到那個情況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產品的特性就是 它跟EON有相似 但它比EON的殺傷力更加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買過一些EON 就是你可能去銀行的話呢 都有一些經驗 就是給一些 就是櫃員那些人呢 就銷售你的高息存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中過招 就是以為存款很高息很安全 怎麼知道原來要接貨的 接貨之後呢 價錢還要高 現在市價很多的 那這些就是 叫做EON 但是呢 Accumulator就說 越跌呢 它就越接 是分階段去接 每個月這樣接 而接的話呢 是雙倍雙倍這樣接 不是接一手 是接兩手三手這樣接上去的 所以形成了呢 市一跌下來的時候呢 突然間很多人失了預算 哇要接這麼多貨的喔 那所以變成它就要拋一些貨出來 減少的風險了 跟著呢 通常這些accumulator呢 就是iBank 投資銀行呢 就賣給一些大戶的 那通常呢 就是iBank方面開戶口的話呢 可能呢 都要一百萬或以上美金 才會開給你的 所以通常這些是比較大戶一些 那如果大家不是說太過進取的話呢 應該都不會受這個風險所影響的 但不過就會拖累了你的整股喔 因為呢 它會呢 就是拋售的股票 而iBank呢 就很好服務的 就會借了股票給你拋空 要等你斬倉的時候用的 那所以呢 就提供一條龍服務之下的話呢 那些大戶就要是斬倉 就要沽空的貨 那推低了那個股價 跟著呢 那些iBank呢 就是投資銀行呢 才在低位再買貨回來 那所以呢 就形成了個市呢 可以急跌2000點 亦都可以急升回2000點 就是因為這些衍生工具的出現了 那這個就是 有一點點變相呢 就是說那個太存比率的情況 如果當他的太存比率高的時候呢 那個市就可能真的會急跌的 因為好像剛才說的 那些accumulator就是 因為他失了漁船 他本來打算是買100股的 現在突然間要變了300股 就是變相借多了錢 當他借多了錢的話呢 那有什麼風吹草動啊 萬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是不是要斬倉 沽出去呢 那就形成了很大的沽收壓力 所以就解釋了 為什麼太存比率是其中一個指標 就是說那個市會不會出現過泡沫的貓婆了 好了那我們來看看那個股值 除了太存比率之外呢 當然支持股價 支持那個市呢 最重要就是那個盈利和股值的因素 那我們來看看呢 恒指的合理交易波幅呢 我覺得今年呢 就在26000到30000的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了 嘩現在那個市都沒有26000 只有25000多 上幾天還只有21000多 為什麼會26000到30萬呢 那我也說了 這個合理交易波幅嘛 股市永遠都不會合理的嘛 如果是合理的話就不動了 要不就是偏低 要不就是偏高的嘛 那你怎麼賺到錢呢 就是說 你會不會在偏低的時間買到股票 而偏高的時間呢 沽出去呢 那你就賺到錢了 但是一般人呢 往往就是調轉的 通常呢 就是偏高的時候買入 偏低的時候沽了貨的 那所以呢 一般人就賺不到錢就是這個意思了 我相信呢 就是上個星期的話呢 不是沒有人買貨 都有人買貨的 又賣又賣 但是呢 我相信呢 就是一般的散戶呢 上個星期沽貨的人呢 是會多很多的 買貨呢 就會少很多 我覺得很奇怪 有些投資者呢 譬如好像中仁壽呢 在二十幾元呢 就是上個星期呢 他又不會買的 但是呢 升上去呢 如果他升上四十元的話呢 我可以說呢 很多人會追貨 甚至沒有去到五十元的話呢 就更加說 買不買好 買不買好 但是同一間公司來的 為什麼會貴一倍又買呢 便宜一倍又不買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一般投資者呢 就會是受到市場氣氛所影響 因為當他undervalue的時候呢 就是偏低的時候呢 那個市場氣氛呢 通常都是差的 市場氣氛差的話呢 大家通常呢 就不會是這樣去買貨了 因為你會受其他人的因素影響 好了 到了偏高的時候呢 為什麼會偏高呢 因為大家一致看好 市場氣氛很好 那時候便偏高 所以大家便去買貨 所以一般人呢 都是最高位買 最低位沽就是這樣解 所以呢 你就不要給市場氣氛影響 如果你覺得那個大市 那個盈利的增長 或者是股值是 比現在是應該合理地 是要高一點的 那其實你就不需要介意 是市場氣氛差而去買 買了當然你訂回一些 就是指示位 做了一些風險措施就OK了 就不需要一定要是 個個去買你才買 買股票不是就是 貪熱鬧的嘛 最重要是賺不賺到錢啊 覺得是不是合理的嘛 不是大家 趁高興一窩蜂去買的嘛 所以你最重要是 看回估值的情況 那為什麼我會說 兩萬六到三萬 是有機會呢 因為最主要今年 08年那個企業的 零利增長呢 平均行指呢 我預計呢 會有16%增長 那如果你說去到兩萬 那現在其實呢 上個禮拜是嚴重偏低的 上個禮拜呢 就是這個 跌到兩萬一千多 跌穿兩萬二的時候呢 是嚴重偏低 那時候的PE14倍都不夠 我還記得呢 我星期二那天呢 就是做了一個seminar的 那天呢 就跌了這個 是兩千 兩千點 鬆一點 那那晚我就做了seminar的 那通常人家就問 身體全部沽了貨去 那我就說 那當然不要沽了 那我就建議大家去買貨的 那我就想著 啊死了 第二天會不會再跌呢 那幸好就升回頭 如果不是的話呢 可能就被人罵了 那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我就相信呢 企業盈利增長 是今年不會走樣的情況之下 14倍PE呢 其實真的很低 香港行指方面呢 是很少會14倍PE的水平 來出現一個熊市 所以我就相信呢 熊市是不會那麼快出現著 那所以變成呢 為什麼它可以上回 兩萬六到三萬 就是因為那個盈利的增長 是支持得到 如果上回兩萬六到三萬呢 那個行指的預計PE 就大概是18倍到 那如果18倍的話呢 是合理的 OK的 因為呢 行指通常呢 是21倍PE才會出現熊市的 好啦 那大家看這個圖呢 就是行指方面呢 那個是 市盈率 和那個行指的走勢圖了 你看到呢 淺色那些呢 藍藍的紫色那些呢 就是一個PE來的 市盈率來的 黑色那條線呢 就是行指來的 那你留意回呢 在這個04年的時候呢 那個行指很低的 萬幾點而已 但是呢 其實當時的PE又高 在說20倍 所以那個指數升不了了 因為那個盈利增長是慢 好啦 反過來呢 現在那個指數呢 去到成三萬點 兩萬幾三萬點 但是那個PE呢 其實不高 原來在說的是這個 15倍而已 所以 這麼高的指數 仍然可以站得到 不會回到這個 萬幾點的原因 就是因為 那個盈利增長 是可以支持得到呢 那個PE在這個水平裏面 那你 其實這個圖呢 已經是 之前可能有些 投資者 聽過seminar呢 我都show過這個圖 這個圖呢 其實已經是有少少不同了 之前呢 你看過的圖呢 大家留意一下呢 那個PE呢 跟那個指數是沒有那麼貼的 現在呢 到尾聲那裡 是比較貼一點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大家看看一圖 這個呢 跟著我們看下去 就是這個earning per share 就是每股盈利增長的圖 淺色的那條呢 就是這個 淺色的那條呢 就是每股盈利增長來的 黑色下面那條呢 就是恒指來的 那剛才我講了 就是投資股市的話 最重要是看這個盈利前景 看這個增長 不是看現在的股值 如果現在看這一刻的價值的話呢 那就 會計師啊 或者是那些核數師 就一定發達了 他最清楚現在的股值 最難就是要看將來的價值 才是去決定公司 是不是自己投資 那所以呢 最重要就是看 earning per share的增長 好了 你看到呢 在這個 05年的時候呢 05年的時候開始呢 其實這個圖是show少了的 之前呢 你看到呢 應該03-04年的時候呢 雖然那個恒指呢 是比較低 但是你留意一下這部分呢 那個earning per share的增長呢 是在那個恒指 就是增幅呢 在那個恒指下面來的 所以當時的指數是升不到的 直至到呢 去到這個差不多 05-06年的時候呢 開始呢 企業的營利增長是追上來了 那所以呢 那個恒指方面呢 就一直開始了 差不多2-3年的大升市 好了 你看到現在了 究竟現在你會覺得那個恒指是 會不會已經是偏高呢 你看看 雖然那個恒指已經倒了下來 但是企業營利增長呢 這個是預計的 estimate 不是講歷史性的 講歷史性給你聽有沒有用 那這個預計的earning per share的增長呢 仍然維持上升的 所以呢 那個恒指跌到那麼上下的話呢 就會是有支持 會反彈了 因為最主要呢 它開始的股值是抹闊了的話呢 就會支持股市上升 所以你看到呢 恒指剛剛在上個星期呢 一穿條250天平均市呢 第二天就馬上反彈了 因為逢在牛市裡面呢 穿250天平均市呢 是買貨的訊號 而不是沽貨的訊號來的 你看回去年呢 去年8月17號 不是穿過250天平均線的嗎 如果你那時候沽貨就慘了 就是賺少了一萬幾點 那如果你是那時候買貨的話 就會賺很多錢了 那06年也是一次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呢 又是穿過250天平均線 10月的時候 那時候呢還說紅市例 有些很多行都出報告說紅市例 但是呢它穿了穿之後呢 馬上就反彈了 那這些呢 其實就是買貨訊號 那這次也是啦 剛剛這個星期一穿完之後 又是馬上反彈了 所以你看到呢 那個盈利增長 仍然支持到股市上升 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這個圖呢 那這個圖呢 就是那個是 恒指方面呢 那個歷史性波幅 那個volatility 那呢 那有什麼用呢 其實這個波幅呢 是會有一個預測性的 對於這個指數來說 你看回這個波幅的情況呢 在今年的時間呢 是不斷地上升的 在這個六月開始呢 六月到七月開始呢 就是這樣上升的 而當時呢 你記得的話呢 七月開始呢 那市呢 那市呢 慢慢升 升越急的 就去到這三萬二千點呢 就是見頂回落的嘛 你留意一下呢 那個波幅呢 那個歷史性波幅呢 是早過那個是恒指 在三萬二千點見頂的時間 是早了一個星期的 為什麼會是那個波幅呢 在那個市臨見頂的時候呢 那個波幅是最厲害的 升得最急的呢 就是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市要衝上一些 即是歷史高位要見頂的話呢 通常呢 那些人都是瘋了 那如果瘋了的話呢 那個波幅一定是大的 所以那個歷史性波幅呢 就會很厲害的 那所以呢 一定是氣氛很好啊 人都說買啦 不買就蝕底啦 不買就輸啦 那些 才會是創新高的嘛 那所以呢 那時候的波幅就會很大 但是呢 當那個波幅一跌 開始跌的時候呢 即是反映了購買力 其實已經開始慢慢去縮減 所以當那個指數呢 一個禮拜之後 創了三萬二千點新高之後呢 就不斷跌到現在了已經 好了 開始呢 就這樣跌下來之後呢 現在呢 就開始呢 突然間抽升了 你看到尾這段 開始抽升了 就是什麼呢 通常見底 還有見頂呢 就是那個波幅呢 都會是 確大 波幅不是代表那個指數升的 首先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什麼波幅 大家有沒有聽過波幅這件事 波幅其實就是一個 是統計學上面的 叫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那個波動性的情況 就是說出來那個結果呢 是越多的 那麼那個波動性呢 就會越大了 那麼呢 你看到呢 那個波幅呢 就是早幾天呢 就開始呢 是見底的 跟著開始去回升的 所以這個呢 就是反映了那個指數呢 就開始是有機會 是見底的情況了 因為那個波幅呢 就是通常呢 就是看到最 見底和見頂的時候呢 那個波幅呢 又都是會是 反過來 見底是回升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指數 突然間 突然間呢 會是急升上來呢 就是原來那個波幅呢 一早就已經告訴你呢 那個指數已經是 開始在見底了 那所以其實這個是 很好的參考數據呢 給大家去看一個轉角視 究竟什麼時候見底見頂 因為剛才說了 逢見底見頂的時候呢 那些情緒呢 都是極度很極端的 就是極端看好 和極端看淡的 那極端看好 就是大家瘋狂去追入 瘋狂追入的話呢 那個波幅就大了 反過來 如果是見底的時候呢 通常是最差時間才見底的嘛 所有人都說 要沽了貨才會見底的嘛 所以留意一下呢 在市場插了二千點那天 就是剛才說星期二那天 你留意一下呢 是三點之後呢 才突然間跌得最厲害的 而那些重磅的股份呢 中石油啊 中人壽那些呢 是被人狂沽的 就是中石油這麼大市值的股份呢 可以跌15%去收市的 我想早那兩三個星期 你發夢都想不到 中石油會跌15% 它真的可以跌到15% 最重要是臨米那一小時 跌得這麼厲害的 這些問題是反映了很極端 就是說原本呢 很有信心的人呢 都沽了一些貨出街 所以呢 沽盆是很大 還有沽壓是很厲害的 這個就是極端 所以令到波幅呢 就會急抽 但是通常極端的時間呢 就會見底了 所以這個波幅呢 就反映了呢 市去到穿了250天平均線呢 就立刻見底是要回升 好了 那我們看回中資股的情況 中資H股的情況之下 07年呢 H股呢 就總共升了69% 即是大概七成 那麼呢 當中有三個原因令到它升的 第一就是那個盈利增長 這個不用解釋了 公司的盈利增長的指數就升了 第二就是人民幣升值呢 7% 第三就是有注資活動了 注資活動這件事呢 我們經常都說的 就是很好 就是中資股最好玩的地方呢 就是有注資 因為無端端阿公呢 就會塞一塊資產下去呢 比他更大 或者盈利能力呢 還強去幾倍的 那有什麼辦法不升的 不升幾倍的 這些是所有的國際性公司都沒有的 你不要見這個是 蘋果突然間會有人注資 或者你不要見Microsoft 或者Bill Gates 會將他的資產注入去 沒有可能的 聽不到的 但是呢 中資股就不同了 因為中資股呢 國企全部都是阿公的嘛 那阿公呢 就有很多資產 還未上市 還有呢 留意一下呢 每一間國企呢 其實上面還有一間沒有公司的 這間沒有公司呢 其實拿的資產呢 比上市公司更加多 那而國家的政策呢 其實就是 接下來呢 會將那些央企 叫中央企業呢 的數量是減少 減少的其中一個辦法 最主要的辦法就是靠注資 因為它不可以再成立一間公司 跟它再上市的嘛 因為它有不競爭協議的嘛 所以唯有就是注資下去 所以形成了呢 那些中資企業方面呢 有個好處就是有一個注資的機會 那這個就令到那個股價會升 好了 今年呢 08年呢 我們估計那個H股呢 都是有三個因素 令到它做好的 第一個因素呢 就是 核心盈利的增長 那呢 就是大概升兩成的 那當然呢 就沒有去年那麼厲害 因為去年呢 就很多中資企業方面呢 都會是來自 收益都來自投資 就是毛尼拉庚都可以去投資股票 例如公路股都可以有間股票行啊 或者是這個 明明做開這個 鐵的都可以去做這個買證券投資啊 那這些就不是核心盈利來的嘛 我們不可以當是公司的本業來的嘛 那我們只是看核心盈利的增長呢 來近08年呢 都大概平均有兩成的 好了 第二個因素 令到H股指數呢 繼續是有上升的話呢 就是那個人民幣升值 那 估計今年的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呢 會加快啦 可能最高去到10% 第二呢 大家可能忽視了啦 忘記了 不是忽視了忘記了 就是那個兩稅統一 那兩稅統一 今年就會生效的 那令到那個平均的稅率呢 就應該跌5到7% 所以啦 如果 假設所有的中資公司 今年的核心盈利都沒有增長 就是生意上面不增長 我們只是看人民幣升值 和這個兩稅統一省的東西的話呢 那裡都應該有14%增長 14%增長的話呢 現在我們看回 那個08年 如果是說14000點的時候 就是國企指數14000點 現在沒有14000點了 對不對 說到14000點的時候呢 它那個08年的PE 就大概是19倍 而Earning Purchase的增長呢 就大概是兩成 所以呢 就算它沒有盈利增長 我們估計它是 加兩稅統一 和郵輪幣呢 都有14%增長 所以呢 都可以支持得到 最少支持大概是15倍到PE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大概是15倍到PE了 所以現在的估值方面呢 是可以支持得到 如果你加上呢 加上那個是核心盈利增長的話呢 其實國企指數呢 是有條件回到15000點到16000點的位置的 那如果是15000點到16000點的話呢 其實我們看看PEG呢 市盈增長率呢 是一倍而已 那很多人呢 就只是看PE 覺得PE 20幾30倍很貴 但是很多人呢 忽略了其實20幾30倍PE 在背後的盈利增長的情況 因為如果當家公司呢 那個盈利增長 是說30%增長的話呢 它就算20幾30倍PE都不貴 因為PEG呢 只是一倍而已 但是反過來呢 如果公司只有5倍PE 但它沒有盈利增長的話呢 就很貴了 所以你看到呢 那些工業股呢 4、5倍PE都沒有人買的 但是呢 那些中資股呢 說30幾倍PE的基金都不斷追 就是因為呢 它的盈利增長是強勁 但是那些工業股份方面呢 就沒有增長不得止 現在還要面對著這個 就是減這個萎縮的問題 所以3、4倍PE都沒有人買了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不要只看PE PE高和低呢 只是個參考 不可以作為一個入市準則的 好了 那我們看看 今年的投資概念有什麼呢 第一剛才就說了一個負利率的情況 負利率的話呢 首選當然是這個 香港的物業的發展股啦 因為是直接受惠啦 還有這個是物業的代理股份啦 只有一個而已 大家回去想想 然後呢 就是這個收租股份方面 都是有機會做好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大家觀察一下過往兩個星期的市況 在一個調整 大調整裡面 或者是一個急錯裡面 你留意一下一些物業的發展股 香港那些喔 我不是說內房股喔 你不要買錯內房股喔 這個香港的物業發展股呢 你看到它呢 由高位 相對高位的跌幅呢 是很少的 通常十幾個%左右 但是呢 上個星期反彈的話呢 它反彈得很厲害喔 那你就知道這些股是強勢的 有時跌市呢 未必是壞事喔 那市升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啊 隨便你亂點一隻都賺錢 個個都是股神啦 亂一顆都可以做股神的啦 但是當跌市的時候呢 就考功夫啦 選些什麼優質股呢 就很考功夫 當然呢 如果你有時間 或者有能力的話呢 去細心分析一間公司的盈利前景啊 這個是盈利的增長 就最好了 但是多數大家都沒有時間的啦 那如果沒有時間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股價的表現的觀察去啦 你看回呢 但是通常強勢股呢 在跌市裡面呢 是跌得特別少的 而且呢 反彈的時候呢 是特別快和勁的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機會呢 這個跌市的機會呢 將你的投資組合呢 調整一下啦 就將那些跌得急又快又不彈的股份呢 就沽了去啦 就轉去一些呢 比較是跌得少 還有一些反彈強勁的股份呢 就轉回去 那迎接下一個升浪的時候呢 你的回報呢 就會好回很多啦 所以呢 你不要經常罵市跌 跌市呢其實可以幫助大家去選股份的 雖然你的帳面上面是有損失 但是可能之後賺得更多的嘛 那呢 你看到地產股是可以考慮啦 第二呢就是內需股啦 因為啦 中國雖然有雲條 但是呢 那個內需呢 仍然都是支持的 就是消費呢仍然是鼓勵的 因為中國的GDP呢 想由這個出口帶動呢 就轉去呢 就由這個內需帶動 那所以呢 消費股仍然是可以受惠 那我就自己喜歡一些呢 是有品牌的那些的 就是有品牌的那些 還有都是毛利率比較高的那些呢 就會好一點的 因為呢 留意一下呢 雖然大家都是消費股 但是呢 中國的消費市場 雖然是20%增長 剛剛公佈了 但是呢 競爭都是很大的 如果你的那些行業呢 是毛利率低啊 或者沒有品牌那些呢 其實很容易被人淘汰出去的 就是以前呢 那些人經常說呢 中國的市場那麼大 人口那麼多呢 就有13億人口呢 一人呢 給你一元你賺的話 你都不行 一年都賺13億 但是呢 聽的人就多 但是呢 每個人上去都失敗收場的 就是被人賺了你13億的就大把 你要賺人13億的話就很少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內地那個競爭是很激烈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優勢在那裡 優勢在哪裡反映出來呢 就是在公司的毛利率裡面 如果你的公司有高的毛利率的話呢 就是你一定是有一個優勢在那裡 不然你不會給那麼高的毛利率你賺的嘛 那當然呢 就是假數的那些就不要計啦 就是有些公司是超高的毛利率那些 但是出來沒有識派那些 那些你就小心一點 但是如果正常有計的話呢 毛利率高的那些的話呢 其實是有一個優勢的 那麼第二個概念就是電訊 那麼今年不用說了 你留意一下呢 中電訊網通這些呢 在這個跌市也好 升市也好的話呢 它都很硬正的 當然它都會跟隨它的大市電 但是跌完之後呢 很快就升了 還有呢它已經是 基本上形成了一浪高於一浪的情況的了 就算調整的話呢 都跌不回過去之前的浪底的 但是基本因素其實是一般的的 你看到那些上客數字啊 或者是看到那些營運的數據呢 都是差的 但是它的股價有這樣的表現的話呢 或者聯通都是啦 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 其實今年呢 是很有機會進行一個重組 或者是發三書牌照 所以就支持到它的估值 還有你留意一下呢 內地的那些東西呢 對傳聞呢 你不要不相信 通常傳傳一下就是的 你看回呢 之前那個航空業的傳聞 就說傳啊 這個是各行那個老總 就去做民航局長 結果真是的 就是本來呢 東航那個競爭對手呢 就像自己老闆現在 那真的很奇怪的現象 在電訊行業又是啦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呢 早那兩年前呢 電訊業的那些領導呢 是大兜亂的喔 本來我在中二棟做的呢 走去競爭對手做老總的 接著競爭對手呢 走到我那裡做老總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來的 但是呢 之前呢 是有一些傳聞 但是是歷跑否認了的 但是到最後都是的 所以這些傳聞 你不可以完全呢 是忽視了去 是有些因素 還有呢 你留意一下很有趣的 它的東西呢 初初就傳一點點 那就否認啦 接著呢 就越傳呢 就越詳細的喔 版本 直接呢 連些數據都出賣 差不多 日子又出賣 價錢都出賣的喔 那 變成這些呢 其實是蛛絲馬跡呢 蛛絲馬跡呢 蛛絲馬跡 令到大家呢 就可以留意那個 計劃方面的情況了 所以就不可以是 即是忽視了去啦 那電訊業呢 今年我覺得情況 就是越傳越多 所以很大機會呢 今年電訊業 是會有重造的 真是 那接著基建 基建又是啦 這個就 然後呢 雖然內地方面呢 雖然是宏條 但是基建的發展呢 是不會減 尤其是今年奧運呢 那仍然很多基建方面呢 是會發展 譬如在鐵路上面的發展呢 來近兩年呢 是用三萬億人民幣的 而那些相關的公司方面 一定會受惠 因為相關的公司 全部都是阿公的 你看呢 譬如上次那個 京戶的高速脫路呢 高鐵呢 那個合約呢 全部都是給三間大的中央企業的 就沒有給外面的公司 外資公司不用想了 就算民企方面 都沒有拿不到的 所以呢這些中央企業呢 這些國企呢 是有優勢在那裏 一定拿到一些大型合約 你基本上呢 不是自己有的話呢 都很難拿到的 那所以變成這些公司方面呢 就不用擔心訂單 而它接下來呢 那個發展的規模呢 是會越來越大的 那所以這些基建呢 是可以考慮 就是這些通常大家都很喜歡的 譬如中交建啊 中鐵那些呢 大家都很喜歡的 是好份來的 好那到最後呢 就跟大家說一說 不是市況的東西了 就是一些 就是在波動市裡面呢 就是那個 投資的技巧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叫資金管理的東西 我覺得很重要 就大家呢 很多時候呢 在波動市裡面呢 很容易被人震走了啊 或者是不震走了啊 或者是不震走的話 就可能就是虧損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他們那個 投資策略上面呢 出現一個問題 那就是投資 大家都投資股票的話呢 很多時候太過著重一件事 就是說 只是看你投資那間公司 投資那間公司方面呢 一個前景啊 投資那間公司方面呢 那個是 就是質素 但是呢 你不要忘記呢 除了說選股票之外呢 投資策略都很重要的 那很多人呢 都是譬如買股票的話呢 可能買來買去都是這個中人秀啊 中移動啊 或者是匯豐那些 但是有些人呢 就會是輸錢 有些人呢 就會賺錢 有些人呢 買來買去呢 有人有輸 最後只有一個吉的而已 就是因為呢 它的策略上面呢 是用得不對 所以除了選股票之外呢 我們都是要有一個 適當的投資策略 什麼叫適當投資策略呢 其實呢 就是把那個風險 盡量降低 而把那個回報呢 就盡量是加強 永遠呢 投資 即是finance裡面呢 都是啦 就是把那個return呢 擴大它啦 那個risk呢 就是minimize 壓低它啦 但是一般人就反過來 就是把風險呢 就是擴大它 把那個回報呢 壓小了它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其實很簡單的 因為一般的投資者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贏錢的時候呢 就很快走 但是輸錢呢 就死都不肯走 那所以形成了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形成了一件事 就是說 就算讓你贏兩次 可能贏10% 總共20% 但是你輸了一次呢 一輸 就輸了50%都不走的 那整幾次你輸一次 已經沒有了 已經輸完了 那變了呢 你不停投資 不停投資 結果呢 你只要輸一次的話 就已經沒有了 那就是得個吉 就是眼睛 所以反過來呢 其實如果在一些 尤其是波動市裡面呢 你應該呢 贏呢 就應該盡量去贏 但是輸的話呢 就盡量呢 就是降低你的損失 很簡單 譬如你每一次是輸 15%就是cut loss的 那變了呢 你贏的話呢 可能盡量贏盡去 可能一個聲浪贏 那現在比較難 就是上了落市 但是你說好像之前 比你去年 前年抓到的聲浪的話呢 一隻股票可能是一倍的 你贏呢 就贏一倍的 輸只是15%而已 那你就算贏一次 輸兩三次 你都是贏 但是如果你反過來呢 贏就很快走 輸就死都不肯走的話呢 你就只剪刀 就是眼睛 因為你輸了一次 已經輸完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控制損失 其實這個就是風險 控制風險 所以一定呢 就是要 就是及早止蝕 那 我們呢 就止蝕的情況之下 呢 預先呢 都有一些東西是 安排定的 就是怎樣安排定呢 就是說 你投資的時候呢 最好把資金呢 不要用一些是日常必要開支的資金 應該呢 用一些是多餘的錢去投資 就是如果這筆錢呢 你下個月要交租啊 下個月要去供樓啊 下個月要給子女交學費的話 就不要投資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要投資呢 因為那筆錢你要用啊 下個月 就是不輸得啦 不輸得的話呢 你就是不會減失了 所以就變成越輸越多 因為你一輸就不行了嘛 所以一定要是要贏的嘛 但不是你說一定要贏就贏的嘛 那所以變成呢 你就一定不會減失了 所以一定要用多餘的錢 多餘的錢的話 就算我輸了也不要緊 所以我反而會減失 還有呢 運用你的籌碼的時候呢 有些技巧 最好呢 每次就是說 將你可動用的資金 十分之一下去投資 不要一次過都掉下去 因為為什麼呢 又是很簡單的 譬如你100元的身家 你如果呢 投資了100元下去 你輸10%才減失的話呢 那就是說呢 就輸了10元 10元相對你那100元 你會說呢 你覺得 都幾多下 會肉赤 那就未必會這樣 止蝕想不想止蝕 但是呢 如果你每次動用十分之一 就是100元裡面呢 你先拿10元出來投資 10元的話呢 我輸了10%的話 就是輸1元 1元相對我100元的身家呢 就不是很多 那我就會願意止蝕 反而我損失就會是小了 所以如果一次過呢 立刻動用你所有錢的話呢 一來你就緊張啦 二來呢 你又不肉赤啦 就變成不會止蝕了 那看一下這個表 大家知道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假設呢 你有10萬元本金的話呢 如果你輸了10%的 那就是有9萬元啦 9萬元呢 要打個和呢 就是贏了1萬元回來 那就是大概贏10%左右 OK啦 不是太難啦 贏10% 如果10%都贏不到的話 慘了那麼慘 那如果呢 如果呢 你不見了這個 是一半 就是沒有了這個 是五萬元 就是剩下五萬元啦 五萬元要贏回 那個本回來 就是贏五萬元喔 就是100%喔 100%就有難度了喔 已經開始了 就是不是這隻股票 100%回報的喔 好了有些人呢 為什麼更有趣的 輸了九成才走的 就是剩下一萬元 一萬元呢 你要打個和 我不是說贏錢 我只是打和而已 打個和呢 一萬元贏九萬元的話呢 就是要賺900% 賺九倍 你想一下 有什麼股票可以賺到九倍呢 我就想 我就找不到了 我自己就 那所以呢 其實你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輸了 那個本太多的話呢 就注定你一定是輸硬的了 因為基本上呢 就 你是很難呢 是cover你的本了 那你的本都沒有 你怎麼去賺錢呢 因為你投資 可以賺到錢 就是因為你有個本金嘛 你連本金都沒有了的話呢 怎麼賺到錢呢 所以補本呢 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跳去這個資金管理的第三 那呢 止蝕很重要啦 那所以變了呢 我們是定止蝕的時候呢 最好入市之前呢 就定定你的止蝕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呢 人家入了市之後呢 他就會覺得那個市呢 入市之前呢 會冷靜一點的 通常入了市之後呢 你就會覺得那個市一定是會死的 你很少會覺得那個市是會跌的 你自己想想 你買了股票之後呢 你很少會覺得那個市跌的 你覺得呢 你買的股票一定會去升的 如果跌的話呢 是別人看錯的 是你看對的 那所以呢 你就一定不會止蝕的 其實這個是對的 你想想 如果你覺得那個市跌 你怎麼會還拿著那個股票呢 如果你拿著那個股票的話呢 你當然是心裡覺得會升的 但是你心裡覺得升 不是代表那個市會會升的嘛 那所以變了呢 你就很難去定定一個止蝕了 但是入市之前呢 就會冷靜一點啦 客觀地去分析 在什麼位置我就應該要cut loss 跌多少我就應該要止蝕 那就變了是更加是客觀去做 第二呢 就是定了止蝕之後呢 就不要呢 就將它 去移動 因為有些投資者很有趣的 定了止蝕之後呢 就會向後移動的 就是本來呢 10元cut loss的話呢 去到10元不是喔 跌了兩成了喔 那我看看先啦 那就跌到8元 為什麼8元不是喔 再跌多兩成喔 沒理由不反彈日 然後呢 又再移動低一點 然後去到5元的話呢 跌了一半喔 還止蝕 那當然不止蝕啦 那結果呢 就越輸越多 那去到可能2元就cut loss了 但去到2元之後呢 可能就彈上10元也不奇怪 那所以呢 你定了止蝕就不能向後移動 如果你向後移動的話呢 其實就沒有了作用的 那還有呢 千萬不要想著呢 就是手中沒有止蝕 心中有止蝕喔 就是呢 如果不是的話 到時你又不會止蝕的 因為心裡想著會止蝕 但是去到實際情況呢 你根本就不會cut loss的 還有呢 定止蝕呢 就最好呢 就是預先定定啦 還有呢 如果你自己呢 是執行不到的話呢 就可以 試一下呢 就交給你的經紀去執行 因為呢 那些錢不是他的嘛 是你的嘛 所以他一定會執行的 那變成呢 你一定會止蝕得到的 但是反過來呢 如果錢是你自己的話呢 通常人性呢 人性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感情用事啊 那你就未必會止蝕 但是其實現在都方便很多的 如果大家是譬如銀行啊 或者是Internet Trading 基本上呢 都已經是預先可以定定個止蝕盤的 那就OK 都方便很多的 另外最後一件事呢 就是講那個是 溝貨 溝貨那裡呢 大家經常都會有一個習慣呢 喜歡溝貨的 就是想著呢 大家有沒有溝貨經驗啊 沒有啊 有啊 你覺得是不是溝貨 是不是會將風險降低了 是不是 那你就錯了 頭就錯了 其實呢 溝貨不是將風險降低了 這個就是錯覺了 其實是將你的風險加大了 為什麼呢 你原本投資100元的東西 你現在再投資多100元來溝 就給我200元 那就是說我沒有減低風險 不只我還要增加 還要在看錯市之下呢 去增加資金下去 你想一下風險是不是越來越大 所以通常呢 有很多人想著溝貨 將成本是沖淡 希望快點脫身 但是通常往往呢 都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越溝越淡的 因為呢 你根本的方向已經看錯了 你還加住下去的話呢 其實呢 就通常是賺假的 那但是 溝貨呢 我們就不應該向下溝 不過可以考慮就是向上溝 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是剛才說了 賺錢 賺開錢的話呢 應該盡量賺盡去嘛 那既然看對方向的話呢 我們不妨就向上呢 就是去增加你的註碼 但是當然就不是亂去增加啦 因為當你增加同一數量的註碼的話呢 你的平均成本價就會扯到很高了 那我們就應該就是 就是將那個註碼呢 是減少 就是譬如我原本投資100元的 我就今次投資50元 跟著再上就25元 那你就既可捕捉到的升浪之餘呢 又可以將你的那個平均成本價不會扯得太高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就是向上溝方面的技巧 那另外呢 有很多人就誤會了呢 溝貨和這個分段吸納呢 是混為一談 其實有不同的 你想一下分段吸納呢 其實呢就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呢如果你溝貨的話呢 本來是投資100元 你變了投資200元嘛 但是分段我就是將100元呢 斬開三次或者兩次 但是我總共呢都是投資100元而已 我風險沒有增加到 但是我平均成本就扯低了 因為我給我在低位買了的話呢 我平均成本就要扯低了 那分段為什麼可以考慮呢 因為剛才說呢 很多人很喜歡呢 都是想最低位買最高位沽的嘛 但是往往都是調轉的嘛 通常最高位買入最低位沽而已 那既然我不可以抓到低位的話呢 我就看好股票的 那我就其實不介意在現水平去買 但我又怕死蝕底買貴了的話呢 那我就分段去買 那我既不會錯過了這個股票的升浪 但是我又可以將那個平均成本呢 是降低 那所以其實分段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可以參考的方法 就是你永遠不要想著呢 是在最低位買 因為最低位 那你回去再細心點想一下 你在去年8月17號 你有沒有買貨的意欲呢 如果你有買貨的意欲的話呢 你就很聰明啦 是股神啦 但是如果你沒有 要想沽貨的話 或者是上個星期 星期二 你有沒有買貨的意欲呢 還是想沽貨呢 如果你也是想沽貨的話呢 就是永遠你都不可以在最低位買了 你不是這種冷靜的人 那你就不要想這個方法了 因為只差了 不如反過來呢 就是分段去買就算了 那你反而呢 可以令到你們那個 成本便宜些 還有都是那個 回報方面會好些啦 那最後這個大家看看啦 這個最重要 是的 沒有